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陳時中自從投入參選之後 就職工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的本命區內湖 不僅是端出第一個政策就針對內湖交通而來 在今天也在內湖插旗成立第一個產業後援會 那麼陳時中跟北市府可以說是隔空交火 黃珊珊抨擊他的交通政策是呢 可以說畫大餅 而柯文哲更很酸 沒知識也要有嘗試 台下大力揮旗凍蒜函的正天響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出席內科園區 產業後援會成立大會 第一個產業後援會就指導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的本命區 致詞跟針對內湖交通問題炮口再度對準北市府 黃副市長回應說 這就已經說不可能 這是國道這是中央的事情 中央都不來關心 那解決方案裡面需要跟中央合作 我們就跟中央談 陳時中對柯市府炮火猛烈 不過他提出在國道一號增設雜道舒緩內湖車流量 凡被北市府打臉 更質疑陳時中四項解放中有三項是高公局權責 黃珊珊很酸陳時中畫大餅 但高公局回應相關交通規劃必須由地方先提出申請 陳時中首要政見值 蔡北市府八年誤解內湖交通問題 國民黨對手蔣萬安也加入展局 隨著陳時中團隊陸續端出牛肉鎮鎮 陳黃兩人針對市政激烈交鋒 蔣萬安也加強火力 就怕成為臺北撒卡都被邊緣的那個人 接著神秘化車你也才認真小組還非常猛的